好了我就想問Joseph 為什麼呢 我有個問題就是一看下去 我就覺得什麼特別 就是人打巨人 那些人就是好人全部 很有盼望 那些巨人就代表邪惡 所以其實又是來來去去 就是好人和壞人打而已 什麼特別呢 不如我就問Joseph 其實這樣看是不是太白癡呢 好像我這樣想 那不可以這樣說 就是了 Joseph說是了 他才好人癒地說是了 在西方方面 我們經常看漫畫 其實西方也有看蜘蛛 或者現在很多奇妙的漫畫 但在西方的故事裡面 其實都很單一 就是那個角色很黑白分明 你知道大部分時間都是很中的 然後另外一群就挖壞人 然後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怎麼展開那些角色就打 但其實在日本的漫畫方面 還有動漫 其實是很多的類型 是一個次文化的一個 的結晶品 那我猜 很簡單地說一些 一個 就是怎麼去看動漫 或者一些 遊戲 基本上西方世界就是很異言論的 正邪對決 譬如超人那些 全部都是好的 對過大惡魔邪惡 但是你發覺 可能日本就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不是那麼異言對立的一個情況出現 是不是這個意思 很多時候他們都很黑白分明 很異言論 很大 大 已經過去了 很 linear 那個故事 但是在日本的動漫裡面 其實擺了很多的文化 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是深層次很多 很多時候 人們就覺得 是一些小孩子去看 或者是一些 宅男的東西去看 但其實不是 如果你看回 日本動漫的開展 其實你看到 在二十多三十年前 它裡面在預計的 trend 現在真的在社會上發生 所以我覺得是 在漫畫 在遊戲 在一些次文化裡面 在說 或者是 在看整個社會的一個脈搏 一個pulse 是一些 發不到聲的人 就在這些次文化裡面 說回他們 所受苦的事情 他們所渴望的事情 嗯 那其實 很多時候 跟社會發生的事情是有關係的 就是不只是說一個 漫畫那麼簡單 是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很多的漫畫 都是在說末世 或者是 一個世界末日 一個很大的災難 就是可能這些是一些關於 climate change 或者一個突然間 有些大的怪獸出來 從 nowhere 可能是 alien 或者什麼 或者是打仗 第三次世界大戰 突然間就整個世界 就毀滅了 剩下一小撮的人 其實這些都是 每個人 日常生活裡面 一些的 fear 特別有很多 都是突然間 一些病毒 就是很多時候都有病毒 變種 變 zombie 好像 walking dead 所以其實是很多人 現在每天 在經歷著的 anxiety 很多的 stress 很多的 fear 就全投入這些動漫 那其實 講的是 那些人 死症那些 怎樣去處理 怎樣生存呢 講的是 Humanity 怎樣尋回自己 在人的 dignity 那樣東西 所以其實很多的漫畫 都是在討論這件事 那我想問 那你剛才講到 那除了這套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例子 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有 那我分享一下 那其實最早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阿基拉 其實阿基拉第一出 是很出名的 是跳出日本 本土的一出動漫 那其實是1982年 他的漫畫輸出了1998年 1988年 就出了一個 戲出來的 其實阿基拉就是 說那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爆炸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後來 就剩下一小處人 那一小處人 就有些人 是有一個 super power 這樣 然後就 大家去 怎樣去拿回 剩下地球上的一些地方 但是其實 很興趣就是 他預計到 2020年 東京 會有奧林比 亦都搞不成 在漫畫裏面 1982年 已經預計到 不是這麼神奇 是真的 不關病毒事 但是有另外一些原因 但是真的 那時候已經預計到 2020 奧林比 會在 東京發生 但是又搞不成 所以是一個神劇 你可以繼續 之後 好的 又要看 又要看 第二出要看 就是 Ghost in the Shell 我猜 前幾年 Scarlett Johansson 都翻發過一個外國版 但Ghost in the Shell 那時候在說的是 很多 AI 怎樣 那個 知識去 在一個屁股 在一個身體裡面 其實這些 概念 你看到現在很多戲 都有出現 譬如 就是MATRIX 其實MATRIX 很多的影響都是 從Ghost in the Shell 然後 很多景 其實在Ghost in the Shell 都出現 然後最接近 就是Ultacarbon 就是Netflix 都有出現 都是在說 那些人 將來 不怕死亡 不怕死亡 因為你可以上載 你的知識 你的 數字 然後你上載 是一個 假的身體 所以那些人 就不再怕死亡 但是這件事情 就更加令到 那個暴力 是更加厲害 因為大家都不怕死 死完 就殺了你 然後又再重生 其實是令到整個世界 更加混亂 其實這件事情 就更加 展身到去 Gaming 其實之前就是 很多的副 就是次文化等等 就在漫畫上 其實已經是 就是 移動了去打遊戲 就是 就是在Gaming platform 其實 每一個遊戲 都很多的 worldview 是說 就是大家 在經歷著的事情 害怕的事情 或者對第四個 這個就是 剛剛去年就是Cyberpunk 就是 就是以後人 每一個部分 你可以optimize 所有的Gene 所有的Porty Part 你的Memory 全部都可以取得 而最近 就是上年 這個 就是 Persona 這個叫做Persona 5 是一個很出名 現在都繼續起的 一個遊戲 Persona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是在 考慮 考慮 考慮的Persona 是一個面具 這個面具 是什麼呢? 一個kind of mask designed on one hand to make a definite impression of others and on the other to conceal the true nature 其實是在講 現在的年輕人 在經歷的事情 就是每天 在社交媒體上 都擺一個 被人看得到的面具 但其實在裡面 是不是真正的自己呢? 還有在遊戲裡面 講很多 是日常 他們經歷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 被人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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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被一些 people in power 如何控制他們 所以其實是 整個遊戲 整個次文化 很多的Manga 都是在講這些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 一個動漫 或者戲 打遊戲也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在背後 他們的Pulse 剛才都說 就是阿隆麥 其實很多人 出不了聲 就透過這些方法 出聲 這樣 其實 其實 講到底 就是他透過這些漫畫 發出對現在這個時代 或者這個世界的控訴 或者一些呼喊 或者一些批評 可不可以基本上 這樣去理解呢? 是 他是一個很大的批判 其實 還有他 都講一些 很多人都知道的問題 但是沒有人去應付的問題 例如大家的暴力 大家 特別在這齣節目裡面 講很多的 種族主義 國家主義 怎樣去 大家的恨 對大家的不信任 其實就 將這些問題 用另一個方式 講出來 希望大家 用另一個方式 去看的時候 有反省 是一個 Pathetic Voice 是一個先知的角色 我覺得 是